工作人物面对的压力特别大 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指责 有时新闻是假的 但是明星却被当成把子一样攻击 若是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恐怕很快就会崩溃 网上的喷子实在是太多了 明星不可能直接和这些喷子开战 任何人都不希望别人骂自己 明星是公众人物 他们有很多粉丝 也有许多黑粉 这些黑粉在网络上不遗余力的给这些明星造谣 不少演员精神状态不好 一方面要面对同行的竞争 另一方面又要讨好观众 但是观众的口味而越来越刁 明星可能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惹怒观众 他们活得实在是太难了 今天要聊的这位男星曾经是当红歌星 后来落魄到街头卖唱 一度沾染上毒品 最后出租屋内上吊自杀 一周后才被警方发现 这位男星叫江明学 他是台湾歌手 江明学年轻的时候特别帅气 他一直很喜欢唱歌 嗓音非常独特 在作曲方面也有着很高的天分 高中时候就开始专门学习音乐 而且相当的刻苦 出道以后发布了几首好听的歌曲 深受人们的喜爱 大家一致认为江明学是一个才子 他的专辑 邱毅上心头 在1989年发行 当时创造了25万张销售奇迹 当红时江明学一首歌 就赚到77万新台币的版税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77万已经是不少的数目了 作品的传唱度很高 旋律朗朗上口 歌词非常简单 但是能够打动人心 很多公司都看中了江明学的才气 纷纷找他签约 不过江明学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他对于名气向来不看重 此后一直独立创作歌曲 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利益的地方 他却和其他人不一样 江明学也因为这种个性 受到了同行的排挤 也被一些人造谣 此后有人说他耍大牌 因为当时没有经纪公司 自然没有人能够为江明学说话 他耍大牌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听众信以为真 这位男歌手的风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江明学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此后就不再娱乐圈发展了 只能开始参加一些商业演出 赚的钱也比较少 可能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 自身过得很落魄 后来又到街头卖唱 还顺便卖起了自己的CD 只可惜好景不长 他的生意较好也迎来了地痞流氓的姿势 曾被打到全股碎裂 并因此不再卖唱 歌手的路走不下去 他只好做个普通人 于是他去到一家烤肉店打工 一个小时的工资是135元台币左右 他说每个周末都会来店里兼职 穿着制服帮客人烤肉时 他还会随心哼个几句 强调自己嗓子还是很好 饱到未老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后 他一度迷失自我更是染上了毒品 被抓后将明雪坦诚吸毒 警方医毒品罪移送台北地检署真讯 也许是他的生活太过悲催和坎坷 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不停的迷失自我 心情一度抑郁的将明雪无法找到发泄的方法 最后选择在出租屋内上吊自杀 一周以后警方才发现 喜欢他的粉丝都为这位歌手感到可惜 大家有记得将明雪这个歌手吗 有听过他的歌吗